大家好 又是我可觀仔 今天我們有什麼題目說呢? 說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新來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個前賭場可觀 我沒有在澳門做過 就在外國一些很小的賭場做過 所以你就不要問我澳門的事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沒做過之後我做了什麼呢? 就是回一些普通辦公室工作 我現在搬了去日本 平時有什麼消遣呢? 就是錄一下片 彈一下結他 開一下直播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就快一萬人吧 一萬人的時候我打算訂一個蛋糕回來 跟你們一起切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今天我們有什麼說呢? 就是剛才我看別人開直播的時候 我們又說開買綠合彩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集曾經說過中獎 但是中獎後未必是好事 不過那一集我自己都不太記得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說一次 相信很多人發夢都想中綠合彩 有誰不想啦 我也想啦 但問題就是你中了之後 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真的如你所願中了之後 你就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去購物 環遊世界 然後就很幸福地過你的下半世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呢? 我上網找了一些人中獎的經歷 這件事發生在1985年 有一個女人中了這個彩票 那裡寫彩票 其實我想應該是中了綠合彩 類似的東西 贏了第一次之後 竟然在第二年一年後 她又再中多一次 所以她總共是中了540萬美金 現在說的是1985年的540萬美金 是超多的了 她這麼幸運 竟然成為了整個國家的焦點 很多人都非常羨慕她 而且感到很驚訝 一次都已經很厲害了 又要中兩次 我想很多人都很想的 但問題就是 突然之間你有這麼多錢 你懂不懂管理這筆錢 又是一個問題 當你有這麼多錢的時候 我想什麼都不用看價錢 而且你會覺得 買很多東西已經滿足不到自己 即使你說 我每天去旅行你都累了 有些什麼可以令到她 非常之有存在感 有些什麼可以令到 這個已經什麼都有的人 會開心 其實很簡單 她就選擇了去賭錢 去賭場 我想其實很多人都是 即使你有沒有錢也好 根本很多人可以賭場 我之前說過 是因為悶 一個大人來講 很難滿足到他們 很少東西可以滿足到一個大人 應該是說 有些人去賭場 很神奇的 不是為了錢 當然有很多都是為了錢 但其實有些人是因為 他們沒有工作 想要那種刺激感 很悶 很寂寞 所以他們才去賭場 我之前也有說過的一件事 很明顯 她也是一個同樣的人 她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是她入賭場 不是為了贏錢 我想她是為了那種感覺而去 到最後發生什麼事 她就在這個大西洋城的賭場 成為了這個賭仔 經常去的賭仔 就是我們所謂的熟客仔 她最終是沉迷賭博 輸了大部份的財產 除了賭錢之外 她賭了自己的都不僅 她還問她的家人朋友借錢賭 到最後 搞到中了那些獎 全部都沒有了 還背了一身債 到最後發生什麼事 這個女人輸了她所有的財產 還欠人很多錢之後 她竟然終於要躺在一輛拖車裡面 即是美國的拖車裡面 還要在公園那裡躺 其實她的報道會寫著 當你中了一大筆錢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找回一個 好像那些財務顧問 類似的諸如此類的人 幫你看看你的錢 因為突然間一個普通人 有這麼多錢在 你真的不懂怎樣去管理 而且不是說你放進銀行之後 我就不動她了 我放在銀行算了 我天天吃這麼多 我又不是吃得多 但始終有筆錢在銀行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就會 如果我有錢在這裡 我會心思思的 我就是那些人 所以你千萬不能給我這麼多錢 如果你想的我都不介意 當然這些事不止一個 有另一個更加誇張 他就叫William 是一個很明顯的男人 他就在1988年的時候 贏了1620萬美金的彩票 我也覺得應該是六合彩 但很可惜 贏了這筆錢之後 就不代表他會幸福快樂 因為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如這麼說 如果你中了一大筆錢的話 你會不會跟別人說 我中了40萬 但假設我中了400萬 你會不會這樣跟別人說 還是你是很開放的 跟別人說 我中了400萬 400萬啊 這個故事又是教訓我們 可能中了獎 真的不可以亂跟別人說 因為發生什麼事呢 他中了獎之後 當然他就很開心 告訴所有人 還很復老 誰知道 他那位兄弟 他都有寫兄弟 我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 竟然想買空 殺了他跟他老婆 去拿這筆遺產 最後當然是殺不成 但是這樣說 即是說兄弟都已經沒得做了 之後還受到他前女友去告他 所以他要給一大筆賠償金額 同時他也是非常大洗 他就買了這些 說連飛機也買了 飛機、靚車 還開了一間賣車公司 他這些所謂的投資 完全是幫他燒銀子 完全幫不到他增加他的財富 還令到他陷入財政困難 還有很多債 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後來他直接要向銀行借錢 來撐住他的生活 到最後當然是破產 還有很多這些法律的訴訟 他也有說過 如果當初撕爛了那張彩票 他的人生會很不同 說在中六合彩 其實我真的遇過一個客人 他真的中過六合彩 在說二獎 好像是二獎 總之大博債不是頭獎 是非常之多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很神奇 他是我們賭場的常客 他中了獎之後 他也毫無保留 他也跟我說 他說我中了多少錢 但很搞笑的就是 我看來他的樣子 他也不是特別興奮 說的時候 他的表情是非常之鎮定 很正常的 我中了六合彩 二獎 然後我們說 嘩 他就很鎮定 我們就不鎮定 通常第一句都是問的 那你便不用上班 你便可以立即辭職 我記得他不是做高薪職業 所以對他來說 中了這筆錢 是真的可以生活無憂 我們就問他 嘩 那你便不用上班 打批腳也不用休 就是那些 但他的答案 我們有出人意表 他就說 沒有啊 我也是打算上班的 現在我的工作 我還是打算上班 我沒有想過辭職 他就說 嘩 為什麼 當然是辭職去玩 什麼什麼 他可能又說 我不是特別喜歡去旅行 那些 如果不給到自己的房子的錢 買到了 就是給了所有 我需要買的東西 其實他說很怕悶 他說最怕是悶 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 當你不用工作的時候 其實他說是很悶的 所以他就打算繼續做他那份工作 做回一個普通人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自己很膚淺 而且我覺得我一直都看錯了他 因為我們以前覺得他是一個不太好的客人 好像覺得他串串的 沒什麼禮貌 但經過這次之後 我們每個都對他另眼相看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們中了大獎 好像中了六合彩 或者大獎之後 你們有什麼事情想做 還有你覺得你的性格會不會變呢 突然之間變成有錢人 還有我最想知道 你會不會跟別人說 還是你會很怕 讓別人知道你有很多錢 突然之間你的人會變得很孤僻 好像任何一個人來跟你說話 你都覺得他想謀我的錢 你會不會有這個想法 我就想知道大家是怎樣的 可以留言給我聽一下 究竟你們中了大獎 還會不會記得我呢 好了 今天都是講一下這些普普通通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決定了 以後都是找少許東西來講 盡量每一晚出片 現在就很隨意的了 就這樣說 可能弄少許背景就扔掉了 還有想快一點點 影片就不要太長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它 給我一個讚 留個言言 或者不留言 你不想打字都可以 你打個心心給我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了 我有另一個台 那個台我平時會用來開直播 帶你們出去逛街吃壽司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訂閱一下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首先是這樣 下次再說吧 拜拜 拜拜